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 在接受美國HBO電視台的新聞節目訪問時 跟他的同僚劃清界線 前陣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在Twitter上發表了美軍員討論 使得中美之間掀起了一場外交的風波 這個節目主持人就拿著這件事來問崔天凱 到底崔天凱是怎樣回答呢 他就說 這個美軍源頭論的說法是瘋狂的 他是不相信的 主持人馬上就追問他 到底有沒有就這件事 問過趙立堅的意見 崔天凱就說沒有 而他崔天凱本人 就是在美國代表著中國領導人和中國政府 而不代表任何個人 主持人再問他 在美國這一書 究竟是趙立堅還是你崔天凱的發言 才能代表中國政府呢 崔天凱就非常斬釘截鐵地回答 說我崔天凱就是美國的中國代表 這件事就真是過癮了 首先崔天凱的言論 其實就是推翻了趙立堅的說法 趙立堅當初在Twitter那時候 賊佬是沙包 如今遭遇滑鐵路 連他的同僚中國駐美大使 都不幫他講好說話 第二件事就是 根據崔天凱的說法 原來他才是中國駐美的全權代表 他是代表著國家領導人和代表著中國政府 趙立堅變成何許人呢 他專門翻牆上Twitter那裏 發表這些挑釁性的言論 原來他那些是純粹個人意見 真是奇怪 明明趙立堅他是有名有姓 他是一個公職人員 他是外交部的發言人 他有官涵有官職 為何可以發表這一類型 所謂個人意見 如今禮橫節曲失敗 嫁禍美國失敗 於是就變成了個人意見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只不過是把責任射到趙立堅本人身上 如果其他國家有樣學樣 所有外交部的人就走出來 唱衰你中國 然後唱衰不成就說 這些是個人意見 跟我們國家的立場無關 他就不代表我們國家領導人的立場 不是意見 行不行 這些很明顯就是 輸打贏要 趙立堅所散播的陰謀論 就被崔天凱親手推翻了 其實也是意味著 中國要在全世界範圍內 為自身打造成為救世者的形象 遭受到挫折 說回這個節目 那位主持人 其實還追問了崔天凱其他的議題 問到崔天凱是發猛症的 到底他問了什麼呢 關於維吾爾人的現況 又問他到底 你怎麼看李文亮醫生作為吹哨人 遭到中共政府的打壓 這個崔天凱怎麼回答他呢 他就說 你這些問題是沒有建設性的 而且是侮辱中國共產黨 將中共和中國人民 人民劃成了等號 總之 答得不清不楚 因為篤中了死穴 最後這個主持人就問到他 民間記者陳秋實目前失聯 到底他是去了哪裡 崔天凱怎麼回答 他說我不認識陳秋實是誰 因為我們中國有14億的人民 我怎麼可能認識每一個人呢 竟然可以答到這樣 這些可以說是大出揚相 你怎麼成為全世界的救世者 你才行 除了崔天凱以外 還有一個外交部非常活躍的人士 那個就是發言人華春瑩 華大媽 前陣子他才放流了 遭到意大利當局的猛烈批評 說他是散播謠言 那次他在Twitter上發布了一條短片 說那些意大利人在居家的時候 就唱起中國國歌 跟著就說那些意大利人是非常感謝中國政府 他連這樣的謊言都說得出 當然是遭到當地的政要駁斥 在今天 他又跟美國的國務院發言人 在Twitter上吵架 而且還三連擊 連續發了三條Twitter的貼文 到底華大媽在Twitter上說什麼 首先他不甘於 被國務院發言人 Otikus那個反擊 他又去反擊人家 他就責任地了 說你們的特朗普總統 在1月25日的時候 已經發了一條Treat 表示欣賞和感謝 中國的努力和透明度 就在同一天 你們的美國國務院 已經開始撤走駐武漢領事館的人 去到2月2日 就對我們中國實行的旅遊禁令 你們之後做過什麼呢 竟然間毀過於中國 說我們沒有幫忙 這個第一擊了 第二擊又怎樣呢 他又繼續隔人家 我們的衛健委 在去年12月31日 就已經發表了相關的通報 為什麼你會不知道的 在你說話之前 麻煩你花多點時間了解一下情況 然後 到第二早上又繼續說了 第三擊了 他就說 正如世衛組織所說 中國在創紀錄的短時間之內 識別出病原體 並且和全球分享基因排序 這樣就有助於其他國家的應對工作 這些說法 也是為中國建立救世者的形象而說 可惜你講來講去 你的面向其實都是海外的華僑 其實海外有很多這些人 我也不理解 他們已經移居到美國、加拿大、澳洲、英國等地 而且手持著外國的護照 或者美國的綠卡 但是他們 仍然心是中國 開口 就說別人歧視中國人 但他們一早就已經入籍了外地 你連置身的國家都不要 放棄了原籍 去了外國宣誓 效忠美國 孫勢效忠英女王 等等 這些人其實一早就脫離了中國政府的濟爪 投奔民主自由的西方世界 可惜他們的思維仍然是非常之愛國的 他們愛國的 不是入籍了那個國家 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華大媽在Twitter上寫的東西 其實的面向都是這些人 一例這班小粉紅 他們都不知道是否懂得英文 可能英文水平非常有限 二例如果他們要看Twitter 其實就要翻牆才能看到 當然翻牆很容易 只不過如果你的目標的聽眾 或者目標的觀眾 是大陸的14億人 就應該在微博寫 他們在微博上從來就不寫這些東西 永遠在外國的Twitter社交網站 就寫這些英文的 即是鐵文來批評外國政要 雖然目前趙立堅的說法 就已經遭到崔天凱的不點名推翻了 但是我也是堅信 中國外交部 會繼續不屈不撓 就會繼續發表謀論 而駐外機構的那班人員 就會繼續監察外國的政要 反正誰出口出來批評中國政府 他們又會出聲明 或者在Twitter、Facebook發表鐵文 來反擊 大家可以看到陸續會有來 接著就說回本地的情況 林鄭今天下午就開記者會宣佈了 建議修例 禁止全港大約8600家持有酒牌的食店 酒吧來賣酒 飲食界當然是非常有保留的 因為 沒有酒賣 大佬那個酒吧拍烏映 其實這班人 無非的目的 都要出來拿錢 我也會很理解 最好我都祝福你們可以問政府能取得到錢 取得到錢的話 政府幫你交租 幫你出人工 比你做生意更好 我也希望酒吧業界可以取得到錢成功 因為有一有二 當特區政府肯付錢 補貼你這班酒吧業界的時候 而他後來又再對其他行業禁止他們營運 那些行業 向特區政府拿錢 都容易很多 因為有先例可緩 實際上 這個酒吧不買酒 我是完全同意的 因為有些人就不知道 那個所謂禁酒令 就以為特區政府不讓人喝酒 是錯的 這些人請了解一下那個新聞才好發表意見 不是說禁止你喝酒 你絕對可以繼續去超市或者便利店買酒回家喝 他只不過是不想那些人醉疚在酒吧那裡喝酒 那個偵測原意就是這樣 但是你特區政府想法永遠就是 走得一步 一小步 你也再不想多一步 你只是禁止那些酒吧賣酒有鬼用嗎 是不是 你也要提供一個誘因給他們 塞住他們的口 塞住他們的口 唯一就是給錢 是不是 那你就好去給 只是靠之前的資助那一筆 有鬼用嗎 其實我又很同意 這個恆林覺醒的黃任康醫生所說 他就說政府只是限制酒吧或者食店賣酒 措施是不徹底的 那我就當然同意 你一不做二不休 只是叫酒吧收檔 其他那些 是不是 那些一樣是有機會傳播的 這個醫管局員工陣線的副主席羅卓堯也問 為什麼政府只是針對酒吧或者賣酒的食店 為什麼針對這個行業特別是要 其實所有的公開社交都不應該鼓勵的 只是針對某一個行業就很奇怪了 我也同意的 所以你特區政府麻煩你做多點事 不只是禁止這個賣酒 還有其他很多東西你要禁止 包括那些食店 健身室 會所 康體文遇設施 全禁 英國 德國 加拿大 澳洲 全部正在做 特區政府真的不要再拖了 拖多兩拖 醫療系統倒閉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